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中日围棋擂台赛 那是围棋现在比较火也得益那个时候的基础 那个时候宁有平和小亮光一那是主角 因为那个两个都是代表各国的最强的 基本上最强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中日双方 双方擂台赛 而且都是那个时候也最关键的我记得就是宁有平在第一届 赢了小亮光一开始实现他的十一连胜 我觉得这个是记忆忧心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是第一输给小亮光一 你是第一届上的 第一届上给小亮光一那一盘 而且之前呢 大家都帮我研究那盘棋 用租了全境 可是那盘棋啊 机会特别多 很可惜什么 对对对对 最后说了半步 那个棋啊 是一个 是一个 非常遗憾啊 当然那个曾经 像聂老师后来 也是过说过 他说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了 可能后面的走向可能都不太一样 曾经 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比较比较 那个时候压力感觉啊 压力非常大的那种 现在还从来没有过 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机会 摆在您的面前 是吗 那个中日威脅擂台赛 那个时候是锻炼了我们那一代的人 确实非常 而且不像现在 因为现在大赛多了 所以呢 即使是三国擂台赛 也好像这个团体赛也好 大家当然也比较关注 但不像那个时候 这中日擂台赛举国上下 都是在看着的 对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刚刚就是说 中国围棋开始崛起了 对 在那个环境下 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 国人需要精神的振奋 那个时候围棋啊 又是以弱胜强 赢了小日本 结果呢 最后一下子火了 因为聂尔平的十一连城 那真是疯了 没错 跟现在你说 哪几个世界冠军 那还不能比拟 那差的很多 对 这个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的力量 对 一个也是围棋在那个年代 一个对国家一个精神层面的 是的是的 确实 所以他们两个又碰到了 在这个 多少年之后 又是奏在棋盘上 又是一个 所以很有历史渊源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棋 小林光一 多年未出了 他是他后来淡初 这些年我看他也 好像很少参加 对对对 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鼎盛 就在那个雷台赛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起来 小林光一 黑棋 直黑 然后二连星 这个都说是普普通通的 挂脚 对 是是是挂脚 二肩高架 二肩高架 那都是老棋 这过去二年 那个时候都下 二肩高架很多 那这个后面定式里面黑棋 那下方很多了 小尖也行 高二也行 那么他下的小林光是返家 这个那个时候 反挂了一个 反挂 他就下过这个棋 这都是他长套子 对 那么白棋压一个 这走定式 老定式 搬起来 搬起来 长一个 对 长 对对对 走定式 然后他是非 他拖是不行的 他现在拖一个的话 说是拖 假如说拖 拖那他就搬下来了 搬了 这不行 打一个 断一个 这一段 对 那他这么搬毡也行 滚一包搬毡 白棋搬毡就可以了 反正这一搬毡 就把脚上两个子吃了 对对对 就这意思 这不能脱过 那么他是走了一个 这是也是丁式 是吧 普普通通 那么白棋挂一个 这个都是 规于比较简单 对 等于他们 等于是一个回忆赛式的 过去的老丁是在附属一遍 其实这个金融城杯 这个赛制也挺有意思 像这个排位赛 就是因为每个队是三个人 所以就三个人 对三个人下三盘棋 然后决出前四名 最后 决出前四名之后 最后的这个决赛和半决赛 他都是三个人下一盘棋 就可以商量着下 而且用时特别长 三个人可以在小棋盘上 边摆边下 所以这棋的质量 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对 赛制跟那个时候不一样 这稍微有点复杂 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现在这挂脚 黑棋是飞的 对 这是也是老棋 一般现在的一间低价挺多的 但是这个都 无所谓都是好坏 都很难说 跟那个时候下法不太一样 然后拆过来 拆过来 然后直接打入 这个也 我觉得小林光一打入也挺厉害的 我记得以前小林光一 就全盛时代 他除了没有拿过日本的本应 其他的头衔 他几乎全都拿过 而且还拿了一件富士通的冠军 对 他跟聂老师 相当好 对 他那个时候是 绝对是超一流的主力 是 然后他这个 以前我记得他拿黑棋 很喜欢下这个叫小林流 小林流 那个是黑棋的什么 一挂 对 中间一走 那么打入 这个是如鼠夹珍 他太熟了 今天他下的 拿的是黑棋 他直接就打入了 对 这个对 有杂丁有盖的 这个小 那个聂老师挂盖的 这个瀑布通通 对 街上 是 这个爬一个 走一个 而且爬 对 这走丁式 过去都这么下过 然后这个棋 过去是有 我 那种下法是有过这种搬的 搬这个 如果搬 对 他退一个 然后他就顶了 我记得是加过 对 加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后面有 白棋有一个靠之类的 那就也复杂 之后的变化 但是 就是这么下 对 白棋不肯这么简简单单 街上被他渡过 有可能有这靠一个 靠一个 如果说你挡住 那人家一挤 你就挡不住了 这棋 是这样的 所以靠的时候 有得想点别的招 这个有这个下法 对 是的 那么实战呢 白棋率先 靠一个 先拖一下 对 如果你搬他 那边再搬 那就不一样了 这边渡不过了 对 大概是就是这样 这个 那搬的那个定式就复杂了 如果搬这个 他搬那个长 一般是这么顶完搬了立 这样 那是一个老的定式 现在他也没有往那走 对 黑棋就直接把这个搬起来 直接搬起来 对 这个定式那么白棋长一个 是的 应该说白棋也行 他把这个脚给拿掉 那边可以搬起来 这个要拆二 不走要加工了 对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定式的一种 但是那边的棋啊 就是这个形状啊 我觉得白棋这个形状 后面选的是 后续的下他不错 这个好棋 对 他直接在二路点 这个好棋 这个黑棋班呢 他是因为留有人在这二路点 他没法防 防不住 他不管他糊哪 你怎么补这个断点 他都不舒服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斑是否可以考虑直接拆 他又不肯 拆了趴他长 对 他走下面也不肯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白棋这个是好点 对 是的 正好点到 你既然要上面 他给你点在下面 你如果用墙 用墙比如说这样 他实际上也就是这样 他走这个 他长 这个时候不能斑 如果斑 他就断了 断那个 先断那个可以 断 对 先断这个 先断这个 更狠 然后他长 对 只能长 对 他这个断打 白棋断打 断打 在街上 爬一个就行了 对 就简单一点 我就爬 爬一个 把这个吃掉 或者再狠的 上面先扳一下 再爬 这个应该是 黑棋不行了 这样黑棋不行了 黑棋最狠的 用这个跟这个杀棋不行 最狠的是顶了斑过 但是他爬这边 即使转换的话 那面碎了 对 这边人家一贴 你这上面三个子还得跑 这里底下两个子已经死了 对 那个不可以 这边损失太惨重了 对 这是不行 所以选择这个下法 看来是不太好 那黑棋左四右翔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有虎住 虎一个 虎一个 人家长忍了 算了 那这个白棋挺愉快的 我觉得 白棋 对 这个 他把那边 这正好是 原来这个 其实这个拆刺一个 是有一个那个 对 他本来这一带 不是有 正好把那个防住了 这个白棋下的算不错 我觉得不错 是的 然后他又唬了一下 对 尝一个 这个 还是白棋还行 对 我觉得白棋下还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这个 聂老师 这个 病后出狱 这个状态不错 对 这小林光一 好像跟当年 好像 是不是退了 还是不一样了 可能 他最近出来的也少 对 我觉得从棋的内容上来看 聂老师的棋 更加熟一些 他最近比赛比较多 对 参加的活动多 比小林光一出场的次数多 对 而且他白棋的机会也比他多一些 就算不练老百 还是不一样 是 现在 这都告一段了 那么这搬出来也是 情侣之中 搬 搬 断 对 然后黑棋藏一个 藏 藏在这里 对 既然那白棋给白棋了 那上面厚 要得到一点回报 那他就要攻这三个子 一定要找回来一点 不然这白损 被人家吓得这么难受 有点一个定似的形状 白棋三子正中跳出 对 双方往外逃 这个也普通 然后白棋跳出来 因为黑棋这个也要往外逃 大家就往外蹦 就跳得出来了 对 这样各走各的 这个 那一直蹦下去的话 那 这黑棋在这也没有多大的油水 这么厚 是吧 这黑棋多跳几个也没什么 拿不起了 但是这被人家震过来 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黑棋底下 它是一个打结眼 这个眼是没有 那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它是走的 它飞了 它左近就脱线了 对 那这个特别大 强大的 我觉得对 但跳跳如果被给白棋脱线走 那个特别大 再跳有可能它都挂脚 那个先抢是对的 我觉得对 可以 所以这一代的处理呢 虽然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这个大厂的这种概念呢 当年的功力还是在的 我觉得小林光一 是 现在它是在 它飞类 飞这个 飞这个是 我觉得比较稳 也有点形式 觉得不错的感觉 如果你要比如往外 飞在上面也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在这一代 这个地方 震一个也是可以考虑 是的 它是不是 觉得形式挺好的 或者怕黑棋在这跳 或者尖一个 它是可能是不是这样 也有可能 它是觉得飞一个也不错 你要是假如是飞在这个地方 正在这里 那这个还是有点 对啊 这块棋不是底下是一个打结眼 它搬虎就算是 那底下不存在 对啊 那个眼 那如果说没有眼的话 那这块棋就外面要有两只眼 还是有点辛苦 就人家尖了断 都可以把你先手切断的 那个地方还有一些 它连不上的 这个地方有白棋看周围的形式啊 有一个这个尖 有这个顶 所以这个如果凶一点年轻的可能就在这个企业放在这儿了 就放在这个地方 它比如说这样正过来 对对对 这可以考虑一下 是 因为这个后面呢 这块棋有点影响 你总是得交代一下吧 这块棋 你接上来打算怎么处理 对 这个地方以后 这个白棋这个顶也是 白棋这个单顶是吗 对对 比如说以后可以顶在这儿 如果你黑棋在这儿跳一个 假如说是这样 黑棋大概 它就怕这个吧 可能怕你在这儿跳一个 黑棋跳一个 白棋那个地方呢 顶一个也有可能性 可能性 那这样 如果黑棋再往外去 白棋就一路顺过来的话 白棋走在阳面还是挺舒服的 对 而顶完了之后 我这有靠啊 你这还不好走 这怎么补法啊 是 这个也是挺厉害的 对 也挺厉害的 也可以考虑 不太好对付 这个是比较凶一点 但是这个白棋 你要是他觉得这个白棋下反 他走在这儿是绝对不错 这是一种下反 是 那么白棋是往这个地方走一个 飞了一下 飞一个 对 这也威胁这两颗子 但是这两颗子呢 跟底下是没有关系 底下这铁火鞋 底下是活了 如果说白棋这个要防守的话 那他头不是已经 都已经大踏步往前了 他还需要防守吗 实际上可能两个人都挺自信的 表示中一种自信 感觉都是 自我感觉都不错 觉得这么吃一下也觉得不错 这也是怎么说的 符合他们的风格 我觉得 符合风格 两位老棋手多年以后又碰着 还是自信 对 就是都觉得要信心上要战胜对方 他觉得自己这样下绝对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这个也是一种气质上压倒对方 没错 那么走这个之后 黑棋呢 小尖 小尖一个 再抢个大的 手脚 符合小林光一 小林光一喜欢什么 喜欢抢 就是把那个快速定型 对 把大的一抢啊 局面给他简单化 对 经常他那么一走呢 后面盘他就很稳当 他说赢个两目 这是小林光一 他特别喜欢这样 而且他觉得后半盘 他形式判断很准 所以让对方给没有机会 在他全胜的时期是这样 因为他别的方面 官子后半盘的判断都比别人强 他把他前面简单化之后 后半盘你就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把机会就缩减到后面 是的 这是他的风格 这个都是像这个 他都是走本行 先抢大的 只要你威胁不着我 我就抢大的 对 他其实特别扎实 就是扎实的感觉啊 是很扎实 就是很把空牢牢守住 我先控领先 高球 走上这个之后 白旗也抢了 也抢了大的 那那个当然也很大 我觉得都是 这个地方 本来尖充当然也是一步棋 但是那个挂脚相当的大 大家就是走这种平稳的 这就符合那当年的那种风格 不像现在的走的都非常猛 对 猛的多 是吧 没错 这个 所以看这棋是不是有点 回到当年的感觉 对 有点日本那种当年 普普通通 然后就是理论上战胜你 他们这个外卡队 日本外卡队的三个组成成员 分别是小林光一 赵志勋和王立成 我觉得他们在风格上 还算是比较接近的 尤其王立成跟小林光一 可能比较接近 赵志勋 应该来说他们风格 属于同一路的 但是武功证术 或者是大猪英雄 那就不信了 尤其武功证术 那跟他们完全不是一路 不是风格 假如说要进四强 有武功证术在里面 那肯定谈不拢 这些 风格差异比较大 对 这个要是三个人组一个 对风格接近比较好 对 因为他们半决赛 但是三个人下一盘棋 商量的下 如果风格迥异的话 下出来的招法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可能是 那就是比较有趣味性 对 那接下来黑棋 下这个大飞 对 这个点 他也防你这个尖冲了 这个 我觉得也是好点 这个是好点 到这几招 我觉得他 哗哗一抢 走在这 觉得黑棋 好像形状也不错 没错 之前我觉得白棋这走的挺流畅 那这几招他也好像挺好的 黑棋 对 但是聂老师依然是贯彻自己的风格 对 他要就是说 我要确认我这个下法 这招棋要连贯性 我要发挥他的作用 要连贯性 我觉得我这个是对的 是的 那我要再继续去坚持 这个就一般是棋手就是这样 要为了证明我前面的队 还要继续来 我的思路是连贯的 连贯的 还要说明这一点 对 这个就是说 就愣要是把这两个要吃掉 坚持在这走一个 小尖 对 这个黑棋是要补 对 不补这样 这个白棋 他一尖的都靠出来了 这个黑棋这样 他觉得 双方我觉得都很有自信 白棋觉得这吃两个也挺好 黑棋觉得你这样吃两个 黑棋挺满意 像是黑棋说吃的目数不大 对 白棋吃两个目数不大 但是呢 很厚 很厚 他这等于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没错 这块其实彻底的火了 现在 这个 你觉得好吗 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可能比较赞成黑棋 因为 我觉得黑棋再抢一个先手 能再照顾一个 还是挺满意的 黑棋 他之前白棋点了 对 我们把这个次序给大家摆好了 这个棋呢 就是 聂老师执着的吃两个 他先点了一下 他现在点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常规动作 这个啊 这个是挺好 看你怎么硬 看你怎么硬 看你硬哪边 硬哪边 你要是硬的不好 我有可能在这儿要 以后还要打入 假如说黑棋想要印这边 把这边守 在这儿印是吧 那我就那边 那边可能有点利用 是的 有利用 这个等于是来看一眼 其实也一般的情况不损 但是这边如果都成为D的话 他有可能就印在这儿了 尖了 你就损在里面了 对 现在点的时候 正好是实际 先试一下 这都是一个基本定式似的 布局的基本定式 先点一下 那么他就挡了一下 最后硬的挡 这个也基本上属于 属于常规的 然后白棋跳的 对 这样 吓成这样 对 然后就把它吃掉 当然作为聂老师来说 他肯定自信满满 他觉得这样像是正确的 对 但是 你觉得黑的还是不错 我觉得黑气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招 其实走那个星位 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应该拆在上面 对 拆有一个好像更大 可能小林光阴自我感觉也不错 对 他觉得这个空能 围成这样 他可能他已经走成这样 我猜他的心情 觉得已经喜冲望外 觉得不错了 那种过去 他那种下棋的姿势 也是欣喜满满的 都是这样 对 非常的自信的 但是这个 要是我 我有可能拆在心尾 对 拆心尾 这面呢 因为还是厚了 他要进来 进来也有一定难度 而且他也进不了太深 是 这不敢往那进 往那进 这要是上面照着他大尺 所以他得考虑一下 往哪进的问题 那么这期黑旗 围到这的时候 这里面白旗 基本上是不太容易进去了 这个不应该进了 那么接下来白旗 会选择什么样的下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 一会儿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 第二届金龙城碑 世界围棋团体赛 排位赛第五轮 有聂伟平对阵 小林光一的对集 刚才呢 为大家讲解到 黑旗在这大飞了一个 最后一招是大飞 是的 围着空 当时我说 这个大飞也可以考虑星位 是吧 现在走到这个呢 白旗必然往那个方向走 对 是吧 现在他能可以 大踏步的拆在这地方 这个点不错 也不错 应该说也是一个 势均力敌的一个 还要慢慢下 慢慢下 也不见得就 黑旗空就多了 也不见得多 白旗呢 吃得很厚 虽然这花了好几手吃了 但是很厚 它没有后顾 之忧 它还存在着 有很多的变数 比如说那个地方 还有点薄 还有这个 这个地方白旗怎么成 这后面呢 就是等于成了一个 相对平稳的 关子的旗 怎么来控制局面 像是那个年代的 一种风格 那个年代风格 比较这样 都大家打好架子 然后比后半盘的功夫 居多 不像现在 拉起来就开始站 所以还是有年代的 不同的 对 现在走这个 白旗它飞一个 飞一个 对 先飞一个 然后这个你肯定挡一个 交换一下 然后再走 对 好 然后走到这儿 很大 这黑旗也没有心情再硬了 这里面太 如果硬一个 它有可能逼在那里 那个地方 逼在一个 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大旗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黑旗要强那边也是 拆二 其实这个就趋于平稳了 平稳了 你看这种拆二是 小林光一特别得意的 他喜欢这种拆二 然后后面你走完之后的 关子 十一二 妙手 给你定行 特别喜欢这样的局面 现在白旗 白旗该往哪走 他是走的这个 他小飞 这个好气 这个挺好 这一袋的下发 这两部白旗下落错 往前 这叫渗透一下 对 往里钻 你要不硬 我在小间 这就进去了 你这围了半天 白费劲了 看着 对 这个是正常的 对 这个看着是 这块旗挺喜欢的 挺大 挺大 但是白旗也不着急 是 你看他的下 他也不着急 他说你走就走 他是往这走一个 对 他二路点 二路点一个 这个点 其实不 不错 不走 首先至少你 这里有个大飞 对 如果你上面一围 他下面大飞 那是黑旗太高兴了 所以这个点 而且还瞄着 后续的手段 我们一会看 这是 我认为 这两个手不错 现在黑旗 如果这样 有点薄位 他可能会跳出来 对 但是他没有这么下 他觉得 他走什么 他下了这个点 对 在这 他我觉得 他可能还怕你这边 他有点怕你 这都如果顶行 白旗要顶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有力的手段 有点难受 也有一个手段 所以他先防在这 他也有点感觉形势还可以 或者怎么样 他那个是个本型 主要是这块旗 如果被人家断开之后 白旗这又铁号 将来人家可能对你发动 这块旗要小心 是的 这块旗是 不管怎么 你如果去麻眼 被它封起来 坐眼就很难受了 而且里面死活 纠缠还麻烦 这个顶 不管怎么也有价值 对 不要可以 非要去那种进脚 怎么样 然后现在白旗顶了一个 顶了一个 又走了一个厚的 又走个厚的 这个比较厚 我们可以一眼看到 聂老师的风格 他就是觉得这个旗要下得很厚齿 然后这个后面 反正慢慢收不着急 对 你唯点空没关系 双方自信 是的 双方自信 现在这个时候下呢 怎么说呢 这个有多种下法了 你要是收官判断形势好的话 你可以比如中间来一个 或者尖冲 或者怎么中间来一个 可以走在这一旦尖冲吗 尖冲是不是有点害怕 有点过了 你要尖冲 这个会不会害怕 这个被这样的来两人 他给你罩进去 对 你比如说他往这一走 这个旗你有把握吗 是不是有生死方式 对 这个旗可能有点深入 太深了 但是小林光一下的也非常的深入 对 他深入是直接要在那做活 我说你要温和一点就走在这里 大跳也行 大跳是吗 大跳一个 你要是补一个 他就再往上进去 这是也是一种 白旗会不会补得比较撑 比如说 那就给他了 那就算了 反正这边也起来了 对 这个也是一个下法 你就不要去 一定要去那个什么 但是他下的比较撑 这个也是让你来吃我 他在这里先靠一下 腥味靠上去了 这个还是挺凶悍的 这个比较狠 比较实在的 这有点像现代企业 对 靠一个 这一般的企业 你要是伴了 他来劲了 他给你反伴 怎么着来劲了 这一般是像这种靠 长一个是最强的应手 对 看他走 对 你不要下班上班 这个时候 这特别狠 上班下班 反而他来劲了 现在他再靠一个 再靠 对 我就索性把你上面的控制 要求全部破掉 你要上班他反班 刚好可以借劲 所以这个期 他又长一个 两头长 白旗也长 对 就不让你解救 这个地方准备发动猛攻 他 那个小灵光衣就干脆就就地来做活 对 他来个狠的 是这个点一个 这个当然不能 那个什么 这不能让他穿通 不能 然后再往上贴一个 这个 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 也干脆就让你来吃 当然也不好吃 这个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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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说吃不掉的话 这个黑旗这把控还是捞的挺多的 对 他彻底 就干脆给你彻底的 把白旗的控全破了 对 我们看看接下来 接下来怎么下的 对 搬一个 搬一个 黑旗搬住 他没尝下去 因为尝下去 人家走到外面去 你不太好杀他 尝下去的话 也并不那个什么 并不见得便宜 不见得便宜 你藏在这 他有可能 还有断的可能性 还要断是吧 就算你在藏着 这个旗 黑旗可能就 先跳起来 待会找机会再断 对 以后 那个旗 找个合适的机会 它是有可能断 因为它 待会断了 你打一下 或者你单拐 它可以走 印在上面 这个班 基本上黑旗权利 是啊 然后外面可以整形 对 所以这场 是不见得好 它是直接吃了 对 断打 断打吃 吃在这 你要再尝的时候 它就打吃这个了 现在它等于 走了一个双方 妥协的手段 然后火了一个 然后这个 一路打是比较舒服的 是 现在打结 它也没什么劫财 对 它就沾上了 对 这结打完了 基本上死了 如果黑旗打 大家走了一个 双方妥协的形状 白旗要想吃的 就是 可着顶 但是它也没有 没有必要 它就是做 就补脚了 这很自信 看着 双方都觉得 空还可以 都挺好 和平解决 不那么死气白 非要吃它 对 这个走针 这个形状 应该说 虽然两分 黑旗活了也行 但是你失去的 就是让它顺手 把那个接了 那个也特别大 是的 应该说差不多 关键 还有这个地方 走硬了之后 白旗后面的手段出来了 这一粒 现在白旗一粒 这有旗 对 这个后面这个点呢 之前交换了一手 就暗藏的手段出来了 发酵了 你走这个 你吃不了我了 对 假如你 假如说现在黑旗打下去 黑旗打 是吧 它就尖 你走这个 你看 它就一路立 是先手 那就活了 这一跳就活了 这就是个活旗 这个旗 这个一走 还吃不着它了 黑旗这个局部呢 最强的下法 它可以 就是下成打结 但问题是 如果说打结 它挡下去 黑旗先挡下去 黑旗挡这样 白旗尖一个 白旗尖这个 尖一个 它可以加一个打结 但问题是这个加 如果打结的话 这白旗爬出来 有一堆的结材 对 这个打结 这个代价太大 代价太大 要把这个空 一会儿 要打输了的空 可能就不剩下什么 对 它可能是 走这个吧 对 加一个 加一个 这个棋 你怎么 后面怎么走呢 那只能度过打了 如果您单加的话 单加的话 那我现在 如果打下去 那好像更不对 打这个 对 打这个更不对了 那样 是啊 那还不如度过打结呢 你要度过 它扑进来 这个结 如果白旗赢的话 这还跳进来 对 所以你的代价 太厉害了 这个不能随便去硬吃了 吃了有可能 吃炸了 自己 这个棋呢 这一粒呢 这个让黑旗稍微 那个什么 你不能吃了 你再让白旗稍微亏一点 你让白旗便宜了 白旗再跳回来 这个跳回来的 白旗这就二路跳一个 这个棋 对 在这个地方 他跳一个 跳这个 对 他跳了一下 跳这个 下在这 这个算白旗呢 也算回来一点 是吧 把这个空能掏一点 等于大家都妥协 对 白旗把这个尖到了 然后把那个脚也掏回来了 对 虽然说这一代 然后黑旗活了 活了五目旗 所以说白旗并不是说吃亏很大 其实也差不多 回到又是细旗的感觉 对 感觉还是双方很有自信 就是一个后半盘的一个收入问题了 对 现在又回来 可能我觉得双方可能感觉还差不多 拼后半盘啊 黑旗小尖了一个 这个小尖给白旗党啊 看似是先手 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亏了 您是不是觉得对外面来说 这个小尖 不是 我觉得可能效率更高的 那个脚挺肥似的 对 是吧 感觉你一点旗没有感觉挺大的 那您觉得如何下更好呢 他后来是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你可以先交换掉 是吧 不是 我觉得应该断一个 这期单断一个 单断一个 现在应该就是 先断一个 先要一下 先看一下白旗 那应该会接在上面 如果沾上面 如果沾上面 那一点就出事 不不不 这点这个 基本功不扎实 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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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挡下来 它那一跑 对 挡下来的话 它可以跑 对 这就有期了 这挺麻烦 这个有期了 你打打爬 完 它一扑是个打结 那就 这个不得了了 这个结受不了 所以这个点就 不能吃这个 先断 这个时候断 煎完再断就不同了 考验它一下 煎完 挡完再断 它一定吃上面了 就没有期了 对 就在这个时候是个时机 这单断一个是好期 单断你可能只能吃那边吧 那就很痛苦 很痛苦的被 对 上面拍一下先 对 这个时候你走这个 然后呢 这个期先不走了 先走这个 再走这个 再挡一个 挡一个 这个期就是这样了 这就就是实战了 然后就不走 然后再煎 你就不一样 对 煎这个时候 黑白起挡的话 我那个断着了 断着 上面可以打着一下 这差就有点 对对 那差不着 而且你要不走 里面 还是里面那个脚很空 有点问题 不 首先 我走这个 你走什么 这个 这个期 这个期 但是实际上没有期 我觉得 挡下来 挡下来就有期了 那我还能走 我觉得就有一个飞 你只飞 飞可以 挡下来 他打了一退 就有期了 有个飞 不见得有期 但是呢 这个期 我就算了一下 这个期 还能飞一个 这期 飞一个 可以 跳一个 这期 就白起都不好 不太好硬 是吗 你要是冲的话 他就一跳 这个期 里面打了一壶 这有期 你这个受不了 提掉 这个一虎 这有期 这里面是打结活 这一结活 外面还飘在外面 而且你 我跳 叫里面 跳的时候 你可能只能这样 这个 现在这是白起 这个 单靠靠住 当然这个 我怎么觉得 还有个家一个 我怎么觉得 白起怎么那么惨 对家走什么 你立我这一吃 吃提掉 提掉这一袜 就 还是个活期 就是 是吧 所以里面有期 有期 里面的招太多了 我觉得 有期这个 所以这个里面 再尖的时候 他白起其实挺难受的 应该先断一个再尖 脚上有期 他实战 就直接就把这个卖了 我觉得 让白起总高兴的 对 是吧 白起高兴 先断一个 这棋是好棋 黑棋 对 先断 然后再走 他走了那个之后 实战是他尖的 现在黑棋尖一下 他挡 白起高兴 然后黑棋是挡的这个 挡 他一 白起挡住 他搬一个 是吧 这个是 先手 肯定是先手 然后把这个走了 冲了 冲了 对 这是他的先手权利 这是他的先手权利 这都给他 这走完之后 黑棋走什么了 黑棋是跳了一个 黑棋 是不是把这个粘上 把这个粘上 这个粘上 这个粘上那么大吗 这个粘上倒是不小 这个普通的这个至少 我记得是12亩左右 但是现在它可能跟味道有关系 对 打拔之后这个有铺打 什么一路斑 这个都不止12亩 所以这个味道好 这也是觉得不错 形势不错 这个 当然是这个可以 然后黑棋也是个规定动 白棋规定动 收了 对 他觉得这是先手 他没想到他不理了 想到官员不理了 干脆就让你厚了 普通是粘上 认为他要么可以再往 他不粘了 在这 他是走在这个中间 他跳了一个 觉得这个跳一个大 被这提了一个 你说这个白棋让你铁后到玉棋 这么下 这么下的话 中间大跳一个 这个是特别好的点 这个是不能省了 这个要换成黑棋的 在这走一个 那双方这个差很多 对 这个差很多 是的 好点 我甚至觉得这招棋 都应该往中央走 但是他觉得还担心这个薄 对 他怕人家肯定从这一招 这么来的话 他真的 他眼位还有那个 因为这门铁后了 是的 不愿意撞墙 这个就是收关了 收关棋 对 现在下成这个之后 黑棋收关搬了一个 黑棋搬了一下吧 然后在这飞了一个 他还想中间想撑点木出来 看这意思 这个 对 他是在这也顶了一个 先顶了一下 顶了一个 是 这顶也是定型的 定型一下 这个顶掉了 定一个 它是双一个 你要走别的 它是有挖 对 然后再飞一个 对 这个要飞 这个也是担心中间的 因为也没什么大旗了 可能方向 方向不好定型的 好 下面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走这个 点了一下 点这个 对 普通是要贴一个 再拼一个 但是它没走 它在这贴了 贴这个 那么白棋贴过来 这个打 这个不走再不行 不走 这有一个尖了斑 对 是的 或者跳了袜 这个也行 一跳一袜 跳一冲一袜 那个旗黑旗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必须要补一个 对 这个 收的非常简单 然后定型 还是那样 一步一个脚印的双方来收关子 这其实还是很细吗 您觉得 还有可能 还是胜负为定 有可能 我不知道这个小林光一 他当时的判断怎么样 但是看他的招法 还是很自信 但是那个年代下跟现在的不同了 那个时候是贴五目半 现在是贴七目半 多出两目 小林光一还沉浸在那个时候的五目半 是差出一个字的 对 差挺多的 现在要盘面黑漆八目才赢 对 那个时候盘面六目就赢 那时候我们下雷台赛跟现在还是贴 那个时候雷台赛是贴五目半吗 五目半 是五目半 跟现在是有不同的 对 五目半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 是 后来觉得黑漆的胜率有点偏高了 所以才把它调整成 秦目半 对 下法不同了 那么他所以这么自信是不是还忘记了这个贴幕了 现在他是走的什么 现在是白旗 白旗是不是非 白旗党了 白旗党这个 党这个 其实党这个和那个打 差不了太多 对 是的 这招起和那个党打吧 但是呢 牧鼠几乎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党这个呢 他有后续手段 他是沾上 你既然党他就沾 黑旗沾的 他沾了 黑旗沾 然后呢 他是关键是后续手段是搬一个 他可以搬一下 搬一个 让考验一下小的光影 如果你这个旗打一个 嗯 那么他在这一挡啊 真的要出旗了 这就党就得意了 是吧 啊 这招旗给你 藏着 你这个旗只有沾上 对吧 沾上被一击打就出事了 对啊 这个旗就麻烦了 这都没有打结 对 麻烦了 已经麻烦了 这个旗你沾上这一打持一拐就完了 嗯 是的 所以不行 所以这个不行 这就出事了 所以呢 这个旗 他主要党这个关键是 瞄着后续手段 嗯 也增加这个黑旗 有可能犯错误机会了 但是实际上黑旗啊 嗯 他是不可能犯错误了 他是走在沾 等一下 他是 他是 只能退让 对 只能退让 这个 所以这种党也不小 爬一个 爬一个 沾上 把他这个定型 实际上这个党跟那个差不多 嗯 那个 也是有个 也不小 对 跟着 跟这个 那个也许还多 多一幕 其实大家看着这中间还挺空旷的 老觉得是不是中间应该下紫 对 但是这个边边角小的墓 其实收起来是很大的 对对对 就中间这一袋呢 不太好收 不好 不好办 怎么办 白旗现在飞了 飞一个 对 在这 那这个气 那我如果王回连一个本身墓也很大 他就挡着一个了 靠住 然后白旗又搬 搬 对 这都是挺好的 搬了沾 然后围着个空 对 但是这个旗 就是这个旗 是一个黑旗的机会 黑旗现在您觉得应该下什么呢 黑旗啊 黑旗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是不是断了一个 我看啊 之前是不是断了一个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断 这个时候黑旗应该断 这个特别大 应该先手走掉 你这个只有沾 然后再冲 再冲 再冲 这样是个连贯手段 因为现在这个形状是白旗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 没招了 没招了 你最狠的是 你要挤它沾在这 你只要冲 没什么用 最多就打一下 你断的话 有个断 它会沾上 对沾 没用啊 这个没有用 对 这个所以就冲 这个正好把它这个上面的弱点给补了 如果没有这个 它可以加一下 所以说应该这个时候断粘呢 这个形状正好是能把木给收 收的最佳 对 是的 所以应该先断粘再冲 黑旗的木要好得多 结果它是先冲的 这个时候呢 给了白旗一个很好机会 这个 这个聂老啊 直接就搬了 这个好旗 这个特别好 机敏呢 把它逆收了 这个特别的大 对 机敏 然后再搬一下 这是先手 对 这个旗 这个黑旗它就没有办法了 它如果你挡的话 假如挡 它会冲一下 这有点麻烦 对 你很麻烦 你只有挡 然后它一路沾上 一路沾 一路沾 对 你看这个跟逆收 跟那个搬粘先手 这个差很多 对 我在想是不是能跟它开结 因为觉得好像白旗捷杰 不就沾上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 这已经便宜好多了 差好几目了 所以它也没办法 这个时候 它好像这个时候 它打了一下 打一下 交换了一下 然后团回去 团回去 在这 那这个被白旗便宜了 白旗这个时候收这个了 这白旗还挺得意 这个旗关子收得好 这一下你看那个差好几目 跟胜负是不是有关系 也未可知 后面的胜负 这个就可能有所影响 因为在这里 白旗并没有花手术 他搬了给它团掉 是一手旗的事 对 如果说黑旗搬粘 也是没有花手术 都是一样的 双方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 不存在先后手的问题 这个特别 那个差别很大 这个聂老师 这个厉害 这个得分了 对 这后面的差距 可能就在这一点点 这小林光阴 可能跟这年纪大了也有关系 我估计在他全胜时候 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估计您前面那个段 他可能也能吓得出来 前面那个段一个 对 所以这个关子 他吓得比较随意了 可能那个让白旗围得挺大 没错 那聂老师虽然年纪大 你看他这个吓得真不错 对 我就觉得他起挺熟的 看来一碰到小林光 一精神头就来了 碰到老对手 没错 我们看他跳了一个 跳一个 那么白旗把这个打掉 那这个是收一个收关子了 又搬了一下 搬了 搬了贴 这就是你收这面 我收这面 这面中间就不要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漆他终于断了一下 但问题是现在断 已经没什么大用了 现在他是肯定是走这个了 对 他肯定接在上面 他不会打在这 让你上面打两下 跑一个他就一路打到底 是啊 没用啊 现在任何手段都没有了 对 一路打到底就正好没骑 他这个都交换完了 那就不同了 是的 现在黑旗这儿是不是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然后他长 长一个 这都收小关子了吧 小关子 白旗把这个加掉 这小关子 然后立了一个 把这个逆收了 这个很大 这个大 这个特别大 因为正好 可能正好到这儿的地方 别的之前他也没法脱线 如果搬的 怕被白旗搬住 是的 那个一抢 这个先手逆收 这个而且是最后的一个大的 逆收 我怎么觉得这关子 好像是聂老师 在上风了 对 关子好像白旗便宜了 对 我觉得白旗便宜了 但是我觉得之前这个吃啊 可能偏小 对 稍小一点 但是后面的后半盘都找不回来了 后半盘找回来了 但是小林光一这个黑旗 我怎么觉得 关子这个地方 原来你的空没长多少 但白旗那个走的 你还长了 实实在长空 是的 没错 原来可能也就这么 都都没长几目旗 白旗 长得 不错 看来这跟旗的生熟程度 还是很有关系 像小林光一最拿手的 这后半盘 好像有点失分了 这个白旗 关子不错 关子不错 可以去冲了一下 这就是常规的小关子 建进来 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了 还有冲了一下 冲一个 这不点一个 没有 这一会再走吧 不着急 然后他团打了一下 团打一会 这个 提掉 打个结 把这个冲了 这打结 提掉 对 可以去沾上 这个又便宜到了 这个应该是他的 算他的权利 冲掉 怕他逆收 沾上 收了什么 把这个冲了 冲掉 这个基本上是定型 基本上定型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 都差不多 这个都好收了 剩下一些都是小关子 差别不是太大了 现在就是 只要这儿别出问题 这儿断先手 这儿别出问题 可以去尖了一个 对 关子 跳了一个 跳一个 跳一下 白旗把这个挤住 他下的很谨慎 省得你断先手 别在这儿 这儿有个断先手 对 那这儿有两个头连上 这个中间 只要大家没木 就OK了 也没什么 他贴一个 白旗把这两个子抓掉 抓掉 可以挤进去 挤 不要随便吃 吃了会被它提 被提一个 这整块起没活呢 小心一点 对 要小心自己的死活问题 是的 贴过来 贴一个 这个也有木的 这个贴过来也有木 对 沾上 对 这就是走一个小木 虎一个 黑旗把这个都收掉了 沾回去 沾回去 然后它沾上 沾上 白旗把这个沾了 这都已经差不多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 也不小 对 把这个沾上之后 这底下 不 这儿还有木呢 是的 这个木也很大 先手的 黑旗就把这个 这逆收了 他把这个尖掉吧 对 尖了 也不小 对 沾上 那剩下的 就把这个 在中间挡住 挡住 这个也 顶了 打持接上 挡住 挡住 然后白旗把这个走掉了 把这都给冲冲掉 对 把这个该收的都收了 对 收掉 先手观纸 这基本上就这么定型 对 这都收掉 这个都不是胜负的 胜负都不在这 这个时候胜负早已经定局了 定局了 这个就是大家按照惯例就把它收收干净 弯掉 弯掉 那个地方还有个冲掉 是吧 这个后来再走的 吃掉 把这个走掉 接上 对 然后就最后这一幕棋是在这 走这个 黑白旗先铺了一下 很精确一下的 再一挤 然后可以沾上 这是最后 因为这有个打有个断 对 这还能便宜木棋 是的 那这就没有木了 基本上就开始往当官的田了 是吧 是就是我们官吏就输出子了 是吧 输出木 这个最后的结果了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直白的聂伟平九段的 以二右四分之一的优势 战胜了小林光一九段 应该说这个差距还是挺大 赢的不少了 对 这个赢的不少了 没错 在小林光一就说 就是这大胜了 对 因为这后面的官子觉得白旗还是便宜了不少 对 是 如果正常说的话 可能这旗还挺稀 还不应该 挺难讲 是 没错 但不管怎么说 聂老师时隔多年 重新战胜了小林光一 还是挺值得振奋的一件事 是的 好 那我们的棋局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